大家好我是Rona老師 大家好我是佳裕老師 今天呢一樣是介紹一個市面上很普遍的格局 叫做五灘格 那這個五灘格是怎麼來的呢? 他究竟要怎麼樣可以成就一個五灘? 那就請佳裕老師來幫我們做介紹 好來我們今天要講的格局呢是 好這個意思是說呢 補取貪囊同工要在升工跟命工 但是要先平後腹先經過磨難之後再富貴會比較好 因此古書上面又稱為五灘格 好那五灘格在古書上面有兩個解釋 一個是五灘不發少年時 因為如果早發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或者不順遂的時候就會很難去度過 那第二個呢是五灘不會發於少年時 好那這個意思是說呢 如果經過了磨難跟人生歷練之後呢 當好的運勢來的時候就比較不會迷失方向 那我們看下面的註解 假如命令醜味 惡心同工 蓋五曲之經克貪郎之木 折木逢智化唯有用故 先雖平而後方富貴 又獲得三方有昌曲左右 等心拱罩 竹櫃現逢柯全錄 折位顯智儀 我們都知道五曲與貪郎星呢 只有在醜味跟畏味的時候會同工 那五曲呢五行屬金 那貪郎星呢其中一個五行呢是屬木 那五行彼此間有相生相克 木活土金水 以順時針的方向呢 將五行排成一個圓 那為彼此相生 兩兩相隔呢為相克 例如金克木 以五曲的金克貪郎之木 來形容的是 金呢具備有冷靜自食 沉著堅定堅持的意思 木呢有發展發生生長的意思 那用金的冷靜沉著來支持雕刻木的生長 那同時呢 運線走到幾年五曲畫路 貪郎畫拳在對功能界的狀態之下呢 形成雙路或是雙拳 那很容易就得到相對應的成就 那這也是隱藏著金克木的風險 折木縫製化為有用故 那什麼樣的木呢比較好雕琢呢 那當然是長大後的木頭囉 那太年輕的舞攤呢就像年份不足的樹木 那社會的新鮮人 尚未受到社會的摧殘跟歷練 那在年輕的時候如果就意氣風花的話呢 那成功會來的太快 運線走得差的時候呢 容易遇到挫折就會失去方向 爬不起來一蹶不振 那成熟的舞攤呢就好比是已經 長成的大樹被社會戳磨過的成熟特質 那因此呢早發隱藏著如果遇到挫折 就無法重新站起來的風險 好那因此這個參狼鼠木的特性 如果是在經過考驗跟長成大樹之後 來運用學習以及求知的慾望 去輔佐這個舞曲心 去追求人生的目標以及成就 那這樣才能夠平步清雲的去發展 才會也是好的 先衰平而後方富貴 那雖然呢一開始是總是辛苦的 但是經過了淬煉之後呢 得到甜美的果實才能富貴 又或者是三方有文昌 文曲 左斧 右臂 等等的吉星拱罩的話呢 那就還不錯主貴 但是要注意這邊只有提到是三方 沒有提到市政 因為呢對宮如果有文昌或者是文曲心的時候呢 就不能借對宮 那就不能形成所謂的五灘格了 現逢柯泉露 折貴 顯智隱 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呢 在運線上逢到畫柯 畫泉 畫露 才能真正的有富有貴 發大財 但最重要的是好的格局呢 都是不能逢到煞或是煎 聽完這個格局啊 大家有沒有一個感想 其實不是只有五灘格欸 也就是說所有啊 你如果你的生命當中 你前面的日子都過得很順遂的時候 可是可能當你生長到中年可能40歲的時候 你才遇到人生第一個挫折 好比戀愛 你以前從來沒有就是談過戀愛 然後很晚才開啟對於愛情的渴望跟渴求 然後你在人生35歲40歲的時候才談人生第一場戀愛 那你失戀的時候你是不是會覺得非常的痛苦 你會覺得你的人生頓死 啊 死去的希望 也沒有能力再爬起來 那可是如果你年輕的時候呢 就受到一些戀愛的傷痕啊 或是生活上面的挫折啊 讓你的人生就是充滿了社會的抗體 那對於你後面的成功是不是反而會是加分的呢 所以啊 格局對於肉娜老師來說就好像是預言故事 她告訴你說這樣的故事可能會成就這樣子的現象 但是並不代表說一定會是這樣子 是好或是不好 它就是一個相對值 那今天的格局影片呢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呢 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